带有一百个神秘按钮的箱子再次来袭 豆丁兄弟前来应战 谁最先逃出就可赢得百万大奖 输掉的人则会获得残酷的惩罚 挑战开始 丁丁说先下手为强 按下了第一个按钮 一桶咖啡粉从天而降 把丁丁撒得满身都是 接下来豆豆按下了按钮 获得了一桶猫杀 他这手气也不大好啊 接着轮到了丁丁 真不愧为亲兄弟啊 他也获得了一桶猫杀 刚刚还在边上嘲笑着豆豆 没想到报应会来得这么快吧 然后豆豆再次按下按钮 一桶肥皂水淋了下来 里面还有一只小黄鸭陪着 正好能在里面洗洗猫杀了 轮到丁丁按按钮了 他今天运气多多少少还是不错的 这个按钮是跳过惩罚 又该豆豆了 这次他抽中了一罐烧烤酱 先是肥皂水 再是烧烤酱 这是打算把豆豆洗干净了烤着吃吗 另一边丁丁再次按下了按钮 一整包狗饼干被倒了进来 丁丁还拿起一块吃了起来 看样子味道不错 又轮到豆豆了 他这次用小黄鸭来按 大量的番茄酱倒了进来 见得整个箱子里到处都是 豆丁兄弟运气大比拼 谁能最先从有一百个神秘按钮的箱子中成功出逃呢 接着镜头来到了丁丁这边 他按下按钮 得到了一件黄色雨衣 这运气羡慕的豆豆不要不要的 然后轮到豆豆了 这次他运气回转了一些 抽到了一顶彩色的伞帽 赶紧把自己头上的鸭神帽换掉 虽然比不上丁丁的雨衣 但和鸭神帽比 好的简直不要太多 接着轮到了丁丁 这回是一大罐花生酱 他还特地用花生酱整了的发型 旁边的豆豆按下按钮 抽到了往箱子里灌水一分钟 好几种调料混在一起 那味道难闻到描述不出来 这时豆豆只想赶快找到逃生按钮 他可不想一直带着这补味道 另一边的丁丁再次按下了按钮 感情这恶运还会传染是吗 他抽到了注水三分钟 赶紧用这水洗了的头 豆豆接着又按下的按钮 获得了一大包麦片 还好被他的伞帽给挡了下来 然后又该丁丁了 为了逃避最终的惩罚 他们也是有够拼的 在豆豆抽到麦片之后 丁丁着抽到了水宝宝 一桶水宝宝淋在了丁丁头上 砸得丁丁一顿乱叫 豆豆再次按下按钮 获得了一次删除按钮的机会 他决定帮丁丁解决个麻烦 结果好心办坏事 一不小心把丁丁的逃脱按钮给删了 丁丁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随后丁丁按下按钮 不知道是不是上天可怜他 让他获得了一张水上游乐园的门票 丁丁心情多多少少好了一些 借着豆豆按下按钮 他这次抽中了一张潜水面罩 他疑惑地问道这玩意有什么用呢 然后再次轮到了丁丁 他这次抽到了一罐蜂蜜 因为穿着雨衣所以没多大的影响 豆豆内又按下一个 获得了一大桶黑色的泥土 小小的箱子里充斥着泥土的方向 丁丁继续按下按钮 这次的惩罚有点特殊 是给豆豆内住水五分钟 很快豆豆箱子里的水位又升高了一截 随后豆豆按到了逃生按钮 丁丁看到后整个人都不好了 一开始运气那么好 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了呢 豆豆成功逃脱 而丁丁只能接受惩罚 看着主办方拼命地往同里加东西 丁丁的眼神里的光溃散了 他拿着不知道从哪顺来的玩偶挡在了头上 最终豆豆赢得了本场胜利 赢得了大奖 小伙伴们想看更多有趣的挑战视频吗 欢迎点赞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